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喂! 又來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他 Figure-wide standard 的 數碼布龍靈異 機甲龍獸 先看看盒子 前面 旁邊 大大盒 馬上事不宜遲 馬上和大家先開 開出來 版件方面 十餅 黑色的版件 用了比較亮 其他都是基本的 照舊 說明書的一份 讓大家看看如何組裝 鐵線 這次有三條 三條的鐵線 現在和大家開工 喂! 好! 好! 花費3小時左右就完成了 好帥喔 黑色的也夠了 凌晨 對翼用了這些膠片的材質 很棒喔 看一看 前面 旁邊 後面 都很大隻 而且他的指甲都比較尖 把握的時間就好 不要被他刺傷了 那 和大家玩一下可動 那就頭先啦 頭轉 沒問題的 最多去到這麼多 衣服領會有一點點頂住 左右咬 前後抖 雙手平舉 手臂可以轉 這裡 可以摺到這麼多 亦都做一個拉出色的關節 肩甲位置都有可動 繼而他的指甲 每一隻都可以轉 可以調校角度 運動 日子 來購進 好 好 시다 前後鎚 直到腳了 平踢 平踢 八字馬 前後踢 這部分可以轉 這裡 摺到這麼多 腳板前後 腳尖 轉 左右 沒問題 之後去到死亡火箭炮 這裡可以直接摺過來 可以這樣移動 這裡 可以移動出來 去到尾部 尾部裝了鐵線 不過可動不算太高 對翼 可以這樣轉 這一部分都可以轉 這裡會有個 關節位 可以上下轉 底下的翼 也可以打開 也可以調校角度 可動大致上就差不多了 我們馬上看看配件 OK 配件就有這麼多 首先會有一個 替換的配件 就是讓你用回 終極刺釘的替換配件 首先把這個位置 我們拆出來 之後這一部分 我們裝一個 替換件 先把鐵線 裝上去之後 這個 我們整個拆出來 直接 裝上鐵線 把鐵線 把鐵線 放上去 放進去 然後再放進去 這個部分 放進去 裝上去之後就是這樣的效果 直接把紅色這個位置裝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終極刺釘飛出去的效果 另外也有支架給你裝上去的配件 不過支架是沒有的 配件完 好馬上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找一找他 拍一拍照 放一些姿勢給大家看一看 這次的機甲龍獸給我的感覺 整體的造型我覺得都算是還原 真心挺帥的 黑色的地方全部都夠光亮 真的有裝甲的感覺 另外魔改的位置 終極刺釘跟鐵線給你屈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不錯的 至於他的死亡火箭炮都還可以加長 這個地方雖然改了 但是這個地方我覺得挺有型的 挺有味道 還有對翼的地方都是用膠件 我覺得不錯的 唯一是把援的時間 太多尖刺 記得把援小心點玩 整體我覺得真心是不錯的 也不算太難組裝 看看各位師兄對他有沒有愛 最後為大家送上彩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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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是以下 من爸爸院的影片 要看 幫我按 還是按 分享 以及還有下方的小鈴鐺 麻煩了 另外我還開了 我開了 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專頁 有時候大家可交流一下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们下看 拜拜 掰掰